然后再体验我们身体在打坐 然后呢 体验我们身体在打坐打坐 然后呢到后面呢 连身体也感觉不到了 那就体验身体环境一起打坐 那环境呢 这变成我们是整个身体那种感觉 然后呢要把这个也要放下 那是保持清清楚楚的 可是呢所有东西都会放下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有层次的进入这个魔罩的那个方法 那你说要怎么样才身体不见呢 你不要太在意身体它就不见了 可是呢 那要有这个基本的功夫啊 就是说从开始的时候 那种放松身心 然后呢要清清楚楚 放松身心清清楚楚 这个基础一定要做得很好 才上去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的 那这个比喻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师傅常常讲的 这是火箭要冲出那个什么 大气层 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放东西的 他如果是不放那些东西 他从不出去 因为他身 那火箭本身那个火箭的身很重 所以我们 跟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要尽量的放放放放 那可能这样子讲有些人不知道放什么 就是放下我们心里头的杂念 放下我们对身体的执着 放下我们对心里头的一些障碍 那只放放到没东西可放 然后最后连要放的那个没东西可放 那也要放 那是最究竟的 那大家可能说 那是什么方法 怎么方法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就放了 就这样放啊 是不是 那我们的念头呢 我们不要跟他跑 就这样放嘛 有念头是正常的 然后呢 不要继续嘛 不要继续那就不管这个念头了 那就放啊 可是如果我们执着我 一定要跟这个念头这个 怎么样跟他对抗的时候呢 他是放不下的 但是说不理他了 不要跟他管 不要把他回到自己方法上面 那就是先放这些啊 好 来 给你讲 请问我老师喔 我们党禅期的时候啊 有画头有墨造有属形有水形 那我们如何去辨识说 我们自己本身是 比较适合用属形或是水形 或是墨造或是画头 那自己呢 怎么我们 像我们初学者 怎么来辨识自己 比较适合的那一种方法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墨造跟画头同时做的时候 他有冲突吗 谢谢 你现在都问这些修行的问题 哪个方法对你来讲 你用的比较轻松的 你用的不费力的 然后呢 你用的时候呢 当你是清楚 然后呢 心可以安定的 然后呢 心越来越明朗的 都可以用 哦 比如说这个放松 有些人是放松 他不断的练习放松 那松到什么情况呢 通松到他是感觉上面 因为他的设计是透透的 透的 都可以啊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好像透明的感觉 可是这是一种感觉 那这个方法对他来讲 很受用啊 对不对 那有人用 有跟着这个样子的 这个墨造的这个层次 他可以 都可以用 反正是用的省力的 那你任何方法 你用的时候呢 是最省力的 根本就是说 很轻松的用 也都可以 那有些人呢 现在讲到这个 有些人呢 就是 就是他对生命啊 他是有质疑的 对生命的真相 他有疑问的 或者是他 对他自己 这个 他就是有疑问的 举个例子来讲 有些人做巴士登场 做得很投入的时候啊 做得很安定的时候呢 他就不知道这个身体 在动的这个是谁 他是真的不知道的 他不是假的 他也不是发神经的 他是觉得 他做做做很投入很投入 然后突然之间 他心得很安定的时候呢 他就不知道 这个在动的这个究竟是谁 他就有这个疑问 那他如果是 这个疑问很强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用话筒 那究竟是谁呢 在走路的是谁呢 还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是谁 那他就一直问下去 那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打禅气的时候 到了 就大概在纽约东徒产市 到了第五天 然后呢 师父在 逼杂 师父 叫我们围起来 两行 然后他才站在中间 然后很严厉的用一些话 在逼 逼我们 然后逼了以后呢 大家在半步进行 半步进行 这时候 他又在逼 那突然之间有一个 有个女众他就喊了 他用英文 I want to kill you I want to kill 就是 他要杀师父 I want to kill you 很大的声音 然后我听到那句话以后呢 我就 透哭流泪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犀牛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 为什么他要杀师父 就是 只有一句话 就是 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他要杀师父 为什么他要杀师父 没有其他的念头 然后我就被抬到那个 小杀师里头 我一个人在那边 哭哭咕咕咕了 就这样子 那 那你说呢 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那叫话头的 我也不知道 那叫做怡情的 那就只有一个念头 那是不费力 他自动出来的 他自然出来的 那后来我看书了 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接触佛教啊 我有 就是才不清楚 对佛教很多东西都清楚 那之后来就看呢 这个叫怡情 这个有怀疑 这个有一种怡的 感觉 不能说是去怀疑什么东西 就是说 不知道什么 可是心里头 一直有这个念头 那不知道那什么 那什么 那 那就是 你可以用话头吗 好 那历史 比如说你 就算是你没有接触到话头 你没有接触到末照 可是呢 你刚好是接触到 是 体验呼吸的 那你就要在这个体验呼吸上面 你就用心 下功夫 怎么样去呼吸 怎么样 叫做平常我们的呼吸 然后怎么样在打坐的时候去前呼吸 那这些呼吸的变化 太丰富了 这里头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去 去揣摩 好 这个真的真的 而且呢 有时候你那个心情 稍微一变动的时候 你的呼吸又变了 真的是很丰富 很有趣的 那你就要用心 去调整自己 让自己 怎么要适应 怎么弄 怎么弄 这样子不行 那样子不行 那怎么办呢 这些自己 弄弄弄弄的 就知道 你是比较怎么适合去切入这个体验呼吸的方法 这样子 好 好 你有问题 好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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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阿明 就 我 就最近 有看那个 學中最近的一本书 然后他 中间有提到一段 就是师父那时候 在美国 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他就是 就 就 就带着他的身边地 好像 餐风露宿 就是 睡在那种 火车站 还是 就是那一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一段 那还有 还我想请法师 就是 谈一下那一段 师父他是怎么过来 那还有就是 那一段大概多久结束 那还有就是 他还有一段说 他还去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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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段 然后那一段里面 一群人大概有几个人 我在想说 在美国